其中17号九本线性出场时换下了下半场领到黄牌的这个拖后中尉轮鼓优太 好的 随着主赛盘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 在下半场客场作战的广州恒大队中圈开球 他们在下半场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 现在比分是广州恒大以3比1领先于大阪樱花 广州恒大是所在亚冠小组赛的第一名 而大阪樱花队是所在组的第二 大阪樱花在小组阶段比赛当中是跟另外一支中超球队 山中鲁能队分在同一个小组 当时在小组赛的时候 鲁能就在这个体育场曾经克长3比1 胜过大阪樱花 好球 嗯 那明花队上场打的是一个343的阵型 但是象场他们用17号9本线性上场 换下了其中一个中卫3号 阮古优太 不知道他们阵型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在这观察一下 看起来像是改成了四火味 像四火味 这球还可以拿到第二万地 自己往里趟 跟对方有身体接触摔倒了 采派位于理彩 这是14号玩桥右界 刚才防守成功 这球弯桥右界给队友给的不是太好 一个漂亮的上墙 中后卫的上墙 很好的机会 最后这一步受到干扰之后 失去了身体平衡 穆里奇最后这一步趟大了 对方这一下呢 对他确实形成了干扰 刚才是中后卫冯销婷的一个上场 对对对 上来四火速度比上半次要快了 现在是提起来一点 环桥右界 地球往里传 再做出来 盛门的是下半场 另外一个被换上来的13号 南野拓石 南野拓石也是大本樱花队 一个非常 怎么讲 是他在主力框架内的这样一个球员 今天并没有首发 但实际上他是球队的一个主力 他这对我现在实际上还是 比较多的利用两边 下半场在通过换人之后 我们看看是 现在看起来还是五后位 就是在防守的时候 应该还是三中位 再加上两边回来 这球有一点难度 第二点 日本的队员对第二点控制 不管难把女乐 我感觉都很重 可能在从小的那种 培训练中间特别强烈的 非常舒服 所以就要拿太好了 这个刚刚出场的13号 这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南野拓石 在上半场他坐在替补鞋上的时候 镜头还找过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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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两边 他比较注重两边的进攻 嗯 然后对第二点 攻防两端的第二点控制 应该说都做完错 只不过进攻的效率差一点 嗯 就重到了另外一边 就靠上去 这样子四平八稳的船中很难获得好的效果 因为这速度变化不够 第二个呢 他们这个 我感觉还是 充分的利用两个边路的更多的人员的投入 他是打是打边的 为什么没成功 他往往都是单一的 嗯 打过来就一个人 没能再配管他 没能再接应他 没能再居后叉上 给他制造控制 所以比较单一 也容易放手 按下托实 整个成功的防守 然后很大对心保持 对心保持 对心保持 现在就 从向前走的时候 后面压上对心要加快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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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上来难野拓实之后 他的进攻好像提速了 对 速度 双方都比上班车要快 他还是选择边路 哦 最危险 最危险 整治 这次进攻 他还是打成了 对 福兰的射门 福兰这个球 刁啊 这个线路本身奔着球门去 嗯 球的线路不是太高 球速非常快 你线路上谁蹭一下的话 对门家都是一个巨大的麻烦 像他这样对人 包括刚才政治 但是 把球踢出去的那一下 虽然都是他们在长方的观察能力 和阅读比赛能力很强 嗯 预判到这球的可能的变化 可能弱 对 这对现代球员太重要 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 就是推到了23号山下打野的身上 弹出了界外 这球是对方在拼奖的时候拉人了 然后他就快速的把这领球开了出来 布里奇转一下 放电棚 对方这个提速下打他很明显 出来 真的靠上来 离太远 离得太远 还是 南野拓时的出场 明显的是一个信号 对 对 这种球比赛往往在某一个环节上面 改变一点以后 可能 对着整排 可能会有很多的 嗯 可能换来又能换来个位置 这完全改变了 原来的那种情况 是 这个传球的力量太大 即使队友可以拿到的话 也挺难处理 因为球过来的力量大 速度快 一个是另外一个高球 在中路 在中路的这种打法 他们很欠缺 也就是说打到前场了 30米去 在中路打法 他没有什么太大办法 他打两边他行 转到两边可以 但转两边以后呢 边路再偷人员也不够 就是说自己带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然后拼抢的时候 把对方踢倒 其实相当的危险 因为经营权身上有一张黄牌 对 裁判呢 当然不认为这个球是犯规 这样的情况还是越少出现越好 下半场 头十分钟 有点压惯淘汰赛的感觉了 上来的味道 嗯 一般教练 当对方中尉 有一个中尉拿黄牌以后 他就会不准 抽一会 静面往他那边 嗯 尽量对我们那个 对我牌子抽 往他那个方向是更好 嗯 就是持续的向他持下压力 持续给他压力 让他最好能这第二张黄牌 两方一空下去 好球 穆里奇 穆里奇 穷刀过人好机会 打门 能将金正贤将球扑出 穆里奇这个穷刀过人过得非常漂亮 怎么动作的结构很紧密 又是中场迦曼蒂的直传 什么代仇 逐渐地找到了去年 雅冠着这家设施的味道 看来这对我贯车教练的战术意图很坚决 坚决打边 然后边路出球 中间包抄 整体提速 整体提速 当然以这个13号南野特殊的出场 下来以后变化了 对 我们在中路这样的船地 比他们成功力高 效果比他们高 尤其打到前场30米去的时候 我们在中路这样的渗透 迪亚曼蒂刚才是被对方的队员在防守的时候踢了一脚 背后 就是对方的这个30号卡查尔 卡查尔上